广东崖口 东陵珠江若海口 自然环境得天独厚 与香港隔海相望 牙口的堤坝两边 一面是海 一面是虾堂 吹着海风 看着日月星辰 还挺浪漫 这里是咸淡水浇汇地 所以这里的风扇肉多骨少 肉质细腻 味道鲜美 而能把南冷风扇制作得独一无二的 竟然是一位老师 东京王 老孙好 在中山的餐饮行业 乐菜师傅李小荣可谓是逃离满园 因为他不仅是一名乐菜师傅 还有一个身份 就是烹饪教师 他从一名体育老师转型烹饪教师 经过十多年的努力 成为了乐菜师傅大师工作室的主持人 还指导教师生参加省级以上烹饪技能竞赛 获三等奖以上一百多人次 做好这道菜 一定要好的食材 穿过来条亮的鲜鱼 听说这条够漂亮了 赶亮鲜 鱼身够深灰色 眼睛有神 鱼身没有伤痕 那条鲜就漂亮了 每当北风筑起或风雨枝叶 成群风扇连猪江口游到河面 是捕捞风扇的好时机 故而未知风扇 而且富含脂肪和卫生素A 具有很高的营养价值 在秋天的时候 秋风一起 那些扇鱼就会回流到猪江口或者西江口 这个时候捕捞上来的风扇就是非常好的了 因为它肉质Q弹 而且鲜滑爽口 把它烫好了以后 斜刀把它切成一厘米左右的片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在铜盘里头分两边放置 两边用不同的酱料 只需要180度8分钟 你就可以做一道非常美丽的家常菜 而且口味非常丰满 刚做好的南冷风扇肥美细滑 入口使满满的鱼油胶质口感 想象在天气晴朗时 海风袭袭 傍晚的云彩与道影香灰映 美景配美食 预暖身体 最是人间烟火 我觉得呢 做什么东西呢 你都是要用心 尤其是做饮食 因为你是做东西给别人吃 只要用心地做好一道菜 用心地去选材 用心地去烹制 那么你做出来的东西肯定是最受欢迎的 我们也是用心地去教每一个人 用心地去把所有的记忆传承给他 希望他有一天超过你 有一天他会成就为大师 那我们是大师的师父 那我会有无上的荣光吗 谢谢 谢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